我的月薪底价最低不低于20万 并且是一分钱不可讨论 现在的市场是后浪推前浪 年轻人的竞争又便宜又好 那你凭什么跟他们竞争呢 这位开口就要月薪20万的求职者梁大叔 不简单 说起他的来头那可真是了不得 他今年51岁 是中国科学院化学专业的博士 在95年 那个大学生都非常稀缺的年代 梁大叔就凭着自己的博士身份 直接赴美深造了 在美国还改学了计算机 毕业之后就在世界财富前100的大公司 工作了20年 别看他一直在国外工作 但人家对国内的企业也是相当的了解 所以一上台就直言 国内的公司文化不行 刘强冬最经典的一句话 我请你是来干嘛的 不是挑刺的 叫你来干活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的东西 好家伙 现在的求职者都这么大胆了吗 直接点名道姓地公开吐槽人家东哥了 当然 梁大叔也并不是没有理由 他认为 东哥的企业过于死板 不像美国那般 重视员工的创新力 美国的公司 这大的公司 小公司也好 经常周期性地 发动每个员工的智慧 集体的智慧 哪怪一点 无论奇想怪异 对公司都不知道 可能造成无限的价值 我只能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环境不同 也没啥可比性 人家的成功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一位段老板当即就表示 可不止东哥这么说 咱们的马云爸爸也说过 新人在两年内不能谈战略 大叔不愧是大叔 一般人谁敢说这话 不过如果连这两人 都算失败的话 那在梁大叔眼里 估计没人是成功的了 要说他为啥会这么狂 因为人家有实意啊 直言 任何领域的任何问题 他都可以解决 不得不说 人家确实有嚣张的资本呀 连图里老师都称赞 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说到来节目的原因 梁大叔表示 自己刚回国还不太适应 所以单纯想接这个平台 找一份工作沉淀一下 最好是高级战略咨询师 或者公司的顾问 都说 不怕一个人优秀 就怕别人优秀 还努力呀 我其实是一个智力青少 都很低下的人 但是非常前奋 看不出来 这梁大叔都一把年纪了 竟然还懂年轻人的凡尔赛文学 不过他谦虚他的 咱图里老师很心慌呀 毕竟一座小庙 咋容得下一尊大佛呢 于是他立马问起了 对方的薪资要求 要求多少钱薪资 我得想吧 薪资我现在 我写的是open 那必须要说一个 必须说一个 底薪不低于多少 目前我定的是零 这还真是离谱到家了 来求职竟然说自己不要钱 何者是无私奉献 愿意替资本家免费打工呗 咱看来这不要钱是假 怕负责才是真的吧 关键你不要钱 你可以不负责任 对不对 你说我不要钱 我钱都没有你 我给你出主意 你白赚了还不行呢 不知道这梁大叔 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 所以才不清楚 咱们国内的规则 面试嘛 就得把自己的要求亮出来 而且既然你有实力的话 还有啥可怕的 直接订高价 也没人敢反驳 最后在图里老师的逼问下 梁大叔 才终于收出了他的薪资要求 我的月薪底价最低不低于20万 并且是一分钱不可讨论 笑不活了朋友们 让他订高下他还真订了 直接把一众老板吓蒙了 然后当即质疑 对方简历上要求月薪 1.9万美金 这换算过来也没有20万吧 咋突然就狮子大开口了呢 对此梁大叔表示 我随便写写而已 因为美国那边是有保密协议的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但问题是咱们现在是在国内 再怎么着 也得遵守国内或者节目的规矩吧 人家老板也表示 你可以不说 可你得换个方式告诉别人 你到底值多少呀 此时图里老师就疑惑了 这梁大叔这么优秀 咋没有猎头把他猎走呢 但梁大叔说了 不是没有 有一个底薪200万的 都来找过我呢 就是梅区城 五轮面试败在了最后一轮 此话一出 一位酷老板坐不住了 表示 他那边也有一个200万的岗位 就是不会为梁大叔引荐 因为一个连谈薪资 都要扭扭捏捏的人 他根本看不上 没曾想梁大叔还没说话呢 一位张老板就出来反驳了 表示 别人尊重美国的规则怎么了 咋就沟通困难了呢 你说哪个地方 你举例说明说出来 你不要做盘戏老板好吧 你盘什么的盘呢 你要盘我吗 他作为200万的人 他的沟通他要直接给我答案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段老板出来当起了何事佬 让面试回归正题 表示既然梁大叔这么牛 那为啥每一段工作都不长久 在IBM和惠普都只待了一两年 我是自己的公司 我是跟他签的合同 他们是我的客户 你是个第三方公司 第三方公司 我是他 我是乙方 他是简方 那你就不是人家的职位的正式员工 我没说是员工 我哪里去了 感情闹半天 这梁大叔是自己在单干呀 那这问题就严重了 你都不是人家公司的员工 咋还在简历上写人家的大名呢 此时段老板来气了 他称 梁大叔完全就是在说大话 明明对中国的企业都不了解 还说要做高级战略师 这不明显想害别人公司吗 咋傲娇的梁大叔可听不得这话 然后当即谴责厂商的老板 不懂他 我在美国的25年职场 20年怎么可能 我是不清楚呢 我是每年都回来 所以说对国内的各的企业的经营 国企也好 私企也好 阿里也百度 他们怎么进我了如指掌 不是我说 这梁大叔咋还有两副面孔呢 先前不还说自己很谦虚吗 怎么突然就这么高调了 连了如指掌都整出来了 就算咱确实是很厉害 但如此自大的员工 谁敢要呀 一位杨老板也对他的话 表示了质疑 这话确实没毛病 毕竟有句老话说的好 一个人越缺什么 就越想炫耀什么 这时候 看戏看半天的土雷老师 开始干正事了 他问起了对方的异象企业 梁大叔称 自己很喜欢厂商的段老板 没曾想 这位段老板 当即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表示 他从美国聘请回来的年轻人 月薪也才三到八万 你一个五十一岁的人 为啥敢要二十万呢 现在的市场 是后浪推前浪 年轻人的竞争 又便宜又好 知道吗 学习能力又强 那你凭什么跟他们竞争呢 这段老板显然是想压价呀 可惜人家梁大叔也不是吃素的 他再次声明 月薪二十万 少了一分都不干 于是一众老板 直接啪啪灭了十盏灯 留灯的两位老板 也有自己的原因 就是想考核一下 梁大叔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 5G是4G的多少倍 按照5G目前的速度 按照华为的速度 好像是3G左右 3.2 3.2左右的 达到这个速度 每秒 5G是4G的 对 100倍 不是 差不多100倍 很明显 很明显 他的回答并没有让杨老板满意 杨老板认为 对方根本就不了解现在的行情 难道是想靠过去的经验来做战略吗 接着 另一位王老板又来了 他表示 既然你要做战略 那你知道波特武力和态势分析法吗 我是喜欢做实际的东西 不要搞这些理论空架的东西 最后产生不了实际价值的东西 这还真的是BBQ了 虽然时间确实很重要 但也不能完全否认理论的作用吧 而且不管嘴上说着自己有多厉害 只要拿不出干货证明 那就啥也不是 毫无悬念 仅剩的梁盏灯也灭了 最后的最后 老板们劝说梁大叔 还是要低调做人 保持谦虚 不过下台后的梁大叔依旧很固执 认为 他只是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而已 咱看来啊 这梁大叔肯定是有一定实力的 就是来错了地方 因为这里的庙太小 根本就容不下他这尊大佛呀